各位卖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那这一节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封印导航、面包线导航 还有翻印的这个样式 这一节相对比较简单 好我们看 面包线导航和封印导航 首先我们看面包线导航 就我们在 在做网站的时候 在网站内印里边经常要写一些 这个网站是属于哪个栏目 哪个子栏目 然后哪篇文章 那这个呢我们属于面包线的 好把15的 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Ctrl C Ctrl V 那Demo1呢 我们把这都删掉 好这个呢叫Demo01 70像素删掉 好首先我们来个Ul RiA 一般我们是这个是首页 接下来呢我们是 新闻首页里边的新闻栏目 然后是新闻栏目里边的国内新闻 国内新闻 那国内新闻里边的哪篇文章呢 那比如说我叫 叫高考 专题 好你用行 当然这是普通一个列表 用行一下 普通一个列表 那么只需要给它加个什么样式呢 class 加个他 那他就会形成面包 像导航的这种样式 注意看 首页底下有新闻 新闻底下他他高考专题 栏目子栏目 这个呢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再看一下封印尔标签 封印尔标签呢 复制一下 封印尔导航 也给个Ul Ul呢 这个里边给pagination 这是封印尔导航的这个样式 那第一个样式呢 那第一个样式呢 我们给 语号 啊 r a q 语号 r a q u o u o吧 最后一个呢 我们给个语号 r r a r a q u o 好 这个是第一样 这个是第二样 ctr c 第三样 第四样 第五样 三 四 五 六 比如说六样吧 好 运行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它变成 哎 左边是两个 圆角 中间一二三四五六 你这个地方也可以写成上一样 下一样 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分页 封印导航 还有个翻页导航 注意看一下 un 封印导航里边这还涉及到一个大小 给上三个 第一个呢 我们给个pagination 拉着 第二个是中的 第三个给个pagination 小的 用心 看一下这个大小 大小 哎 这默认都给你float left了 主要 float了 是吧 好 这个不管它 那么再看来个翻页 翻页的话 是un hre href href 上一页 这是li能错 li 再来个下一页 下一页 翻页的话给它一个classpager 那这个 封样导航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这给 什么样式呢 比如说classactive 就是当前激活什么呢 第一页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当下激活第一页是这样的 那上一页下一页 翻页效果就这样的 但你也可以给它来一个active classactive 运行看看效果 这个没有效果 这个有效果 这个没有激活不激活 好这是我们的 封印导航和翻印导航 还有我们的面包线导航 那这三种呢相对比较简单 就直接按它这个模式用 它这几个样式用就行了 大家只需要记住 这么几个样式 这个 这个 这个大小的 还有我们的一个pager 记住这个样式就就就行了 所以这一节呢相对比较简单 只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这个大家看一下那个bootstrap的这个中文文档 就ok 好这一节讲到这 好 好